這一球打得不錯 在中間方向又突出了安打 一局上半張宇晨敲出二壘安打 隊友送回本壘幫助中華隊取得1比0領先 走了 跑二壘 二局上半江坤宇先來一個倒壘成功 鄭宗哲再敲出中間方向安打 大眼九一連線高效率攻下第二分 前兩局都有分數進場 兩局都有分數進場 兩局的時刻 天低 一連上的跑車走 最後選擇穿三壘 一個爆船 但六局下半 未成龍攻佔一三壘 仍發動戰術 林戴安想抓三壘 卻傳到外野被跑回一分 連兩天被攻佔一三壘發動戰術 都掉分 課題浮現 七職上半沈浸安打後 靠短打上二壘 極力極撈 代打敲出安打追加分數 連續戰術奏效 中場以5比1 狂掃練習賽和熱孫賽八連勝 張宇晨單場四支二三度上壘 胡志偉先發四點一局 沒被敲出安打零失分外帶五次三陣 中華隊總教練林月平賽後訪問也表示 胡志偉狀況不錯 若能維持將會是未來的主力投手 至於網位中狀況還在調整 尤其壞球數偏多會投得比較辛苦 熱身賽中出現的失誤必須要改善 坦言其實這場比賽中有許多隱形的失誤 至於是什麼就先不多說了 會利用熱身賽幫助球員調整和適應 等到官辦熱身賽再找出最適合的陣容 而官辦熱身賽將在三月五號登場 中華隊也將再迎戰中信兄弟 五天時間內也能再進行團隊調整 TV新聞全部集超熱言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